因为胯跟膝盖的差别 站着蹲着 我的压力是在膝盖 这样在膝盖 是不是 还是在胯 还是在这边 胯会有产生什么反应 就是这边会痠 或是 你会感觉力量是直接到地的 你的膝盖的压力比较少 如果在这样子 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膝盖的压力多了 对不对 像你一天站很久的话 你一天站很久 你就一松 放到胯 我站很久了 我的腿上面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那样的对 先练对 先区分清楚 所以我在胶拳一开始 一定是把我们的身体 先区分清楚 这个动作很重要 非常重要 前阵很保护 膝盖的发应 对 然后 力量的传达 是在腿后 不是在前面 这个也非常重要 所以推手 如果这些东西不懂的话 你就是用你的 你的原始力在推 你用你自己的惯性在推 你学到的只是一些技巧 知道的吗 知道 所以先天比别人好的 他学了技巧 他就比那个人用先天的要强 对不对 可是武术不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先找胯 先区分出来 胯跟膝 好 好 对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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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